特姆的产品质量有多差,海外华人也不愿意买。 给大家看看,这是在拼多多的海外版特姆平台上购买的东西。 有人说特姆快要打败亚马逊了,说是特姆上面的东西很便宜,价格很好。 我给大家看看都是什么质量。 这个是战术手电筒,USB战术手电筒,竟然是塑料的,这东西缝隙真大,这质量太差了。 还有这个洗碗布,绝对跟中国内地的拼多多平台一个质量,太差了。 这个是大马士格钢的菜刀,上面是激光印刷花纹,塑料握把,来听一下这个铁皮发出的声音。 还有这个菜刀随随便便一掰就弯了,质量太刺了。 再看看这个斩骨刀的质量,听听这个声音,这清脆的声音。 这些购买过特姆平台产品的华人客户,在中国社交平台上纷纷吐槽,质量太差。 网友田说,特姆这个软件很垃圾,东西是便宜,但是东西都是三无产品,无生产日期,无生产厂家,无生产地址的产品,没法用,用了两次就卸载了。 这位名叫《不会写代码》的程序员小鱼的网友说,我在特姆上买了一个烧水壶,用了一次,这个水壶的把手和壶嘴居然融化了。 另一位网友表示,他很好奇说特姆质量好的都是哪些人,因为他上特姆买东西的宗旨是为了图便宜,同样的东西他都挑便宜地买,结果每次收到的产品质量都一塌糊涂,只有贵的东西质量才稍微好一点,但是他觉得,一样的价格在亚马逊平台也可以购买,为什么非要用特姆呢? 还有一位华人用户甚至收到了带有质量不合格标签的产品,国外消费者在特姆平台上购物后也直呼,产品质量太差,像是收垃圾,这个在特姆上买的电饭包实在是太出乎意料了。 一位外国网友展示了他在特姆平台购买的耐克鞋,当你在特姆上买了一双鞋,还有海外用户分享了自己在美版特姆上购买的新款, 一款苹果手机,根本就是一个玩具手机。他抱怨道,我再也不要在特姆上买手机了。 视频中的这位外国用户说,当你在特姆平台买了一个AirPod耳机,可怕的是,这种事情在特姆平台上竟然频繁出现。 一位美国用户在特姆平台购物买了一个键盘清洁神器,平台上的产品介绍称,这个键盘清洁神器不但可以清洁键盘,还可以清洁汽车的空调口等这类不好清洁的鸡脚嘎啦。 但是,这个清洁神器刚拿到手里,就闻到一股刺鼻的气味扑面而来,手感摸起来像是鼻涕。 最糟糕的是,尝试用它清洁键盘后发现完全没效果。 证明美国用户的吐槽获得了大批网友的认可,因为很多用户都吐槽特姆平台的货物质量很差,尺码不对,货不对版等问题。 除了用户的个人吐槽,一些国家的官方政府也在产品检测中发现,特姆平台上的产品质量令人咋舌。 韩国首尔政府3月份对中国电商平台AliExpress销售的31种与生活密切相关的产品进行了检测。 结果发现,有8种儿童用品中检测出超过标准的有害物质,有些有害物质甚至超过了几十倍,这让韩国政府倍感担忧。 其中,儿童皮包被检测出含有四种零本二甲酸质类增速剂,总量超过标准的55.6倍。 儿童细水管也检测出含有上述这种物质,超过了标准量的33倍。 该产品的厚度也低于其国内标准。 此外,两只铅笔和木质磁掉玩具也被检测出含有上述有害物质。 在韩国披露质量问题前,特母产品在欧洲已经臭名远扬了。 有德国媒体报道,欧洲玩具协会在特母平台上订购了19件玩具,然后送去检测。 检测结果显示,这19件产品中有18件存在安全隐患,这95%的不合格率确实令人震惊。 据报道称,这19款产品中,有18款会对孩子造成包括割伤、窒息、勒紧、刺伤和化学伤害等安全风险。 例如,婴儿摇铃的金属铃铛边缘太过锋利,可能导致割伤。 另一款史莱姆粘液玩具,被检测出含膨量比欧盟标准超出了11倍。 但是,欧洲的法律并没有严格界定线上平台对所受产品质量的安全责任。 因此,虽然特母平台对此事件进行了道歉,并称会严格遵守相关的法律规定, 还下架了那十几款质量有问题的玩具,但谁又能保证没有为此付出代价的特母平台 是否还会在事件过去之后继续售卖这种玩具? 而平台其他没有经过检测的玩具是否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呢? 如果这件事发生在美国会怎么样呢? 购买过这些玩具的儿童家长们,大概率会被组织起来, 然后把他们的孩子送去做细致的健康检查。 下一步就是集体诉讼,最终经过几年时间拿到巨额赔偿。 对此,德国联邦消费者中心协会呼吁, 政府应该出台更严厉的法规,对平台的商品质量安全问题进行追责。 德国消费者协会说,欧洲消费者们的普遍观点是, 只要通过正规途径买到手的商品,就是符合欧盟标准的, 但这个观点已经不适用于电商平台的购物了, 尤其是特母这种把商品直接从海外厂家送到终端消费者手中的线上平台。 每天有数十万个电商包裹,到达欧盟海关,数量巨大,海关根本无法全部检查。 对于那些150欧元关税免征额以内的商品, 连抽减都是少数情况下才会进行的, 这就无法保证到达消费者手中的物品质量一定是好的。 可以说,特母平台就是钻了欧洲消费者消费思维的空子, 其实也是特母能在全球运营的思维,低价战略。 在让欧洲消费者们以为质量相同的情况下, 在特母平台购买的价格更加的便宜, 才会吸引这么多的用户使用特母, 以赚取更大的流量, 但实际买到的产品质量惨不忍睹, 在吸引到更多用户的同时, 也能吸引到更多的卖家, 以此达到他的下一个目的, 压榨卖家来获取利润。 这位做跨境电商的先生, 说了他为什么不愿意在特母上卖东西的原因。 我说一下我为什么不愿意做特母的原因, 就是我认为, 你的商品可以很便宜, 甚至可以白送, 但是, 咱们能不能注重一下产品的质量。 你们可能也听说了, 美国最近可能要开始打击像特母和西英这样的平台。 我很赞同美国的做法, 你们先别着急说我不爱国, 我是做产品的, 我知道相同的产品, 也被分为不同的质量。 但是, 特母平台的规则是, 谁更便宜才可以卖, 价格高的产品平台不要, 在这样的情况下, 商家会怎么办呢? 就只能压低产品质量。 就现在特母的很多产品质量都是平台的这个规则造成的, 就那些劣质产品我自己都不敢用, 平台怎么就敢卖给客户呢? 还有特母的卖家用自己的经历来展示特母平台是如何压榨卖家的。 我现在在特母平台上能够稳定的出一千至两千单生意, 但是因为我的价格太贵了, 结果我挣了这么多钱, 全都冻结在这个平台里提不出来了。 我真的想问问各位卖家, 这种生意你们自己愿意做吗? 特母平台不仅仅是三倍五倍的罚款, 而且当你的价格达不到他想要的低价时, 他会限制你的提现额度, 还限制你的上薪数量, 这种生意怎么做啊? 这个平台压款压得很严重, 他的这个模式真的就是中国人想出来的。 这个平台会压你三个月的货款, 三个月之前你赚的钱, 三个月之后才能拿到, 而且他压价也压得特别严重, 刚开始可能给你足够多的毛利, 两块钱成本的东西让你卖十元, 但之后会一直压你的价格。 大家可能觉得我们靠走量赚钱, 五块钱成本的东西哪怕只赚一块钱, 一天卖一千单,也能挣一千块钱。 但是特母平台会不断地压款, 压到最后只剩下成本, 一分钱都赚不了,甚至赔钱, 再加上压货款三个月根本扛不住。 之前中国的抖音平台都称赞这个平台, 现在大家都唱衰这个平台, 因为感觉特母平台在拿着卖家的钱做生意, 很多卖家已经做不下去退店了。 当然,这些还不是最令人无语的, 特母平台为了打入世界各国的市场, 而进行了虚假广告才是终极骗局。 为了吸引国际用户, 特母采取了发放现金优惠券, 采用轮盘赌博游戏和一些传销方式, 这让特母平台陷入了巨大争议之中。 韩联社在4月8日引用业内人士的消息透露, 中国电商平台拼多多旗下的跨境电商特母, 因涉嫌违法使用虚假和夸大性广告, 正遭到韩国反垄断执法机构公正交易委员会的调查。 委员会对于特母平台的调查, 主要是看它是否违反电子商务交易法规定的 消费者保护义务以及标示广告公正化法中 有关虚假和夸大性广告的条款。 不只是韩国怀疑特母平台涉嫌虚假宣传, 去年特母平台在西班牙上线近4个月 就收到了大量质疑。 据西班牙媒体报道, 特母平台已成为西班牙最受批评的购物平台之一。 许多用户说, 在特母上购物是一个骗局, 因为他们承诺的奖品是假的, 从来没有兑现过。 并且如果想赢得那些奖品, 必须提供其他联系人的个人信息来注册, 但实际上没有赢得任何奖品, 让消费者感到不满的还有, 特母不给公司发票, 订单交付有问题, 没有联系地址, 联系客服必须等待很长时间等等。 对此, 特母平台表示, 根据平台使用条款, 平台不能保证商品的质量、 安全或合法性, 也不对卖家和其他用户的行为承担任何责任。 这种欺诈手段对于中国拼多多用户们来说, 已经再熟悉不过了,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拼多多砍一刀拿大奖的骗局。 当初, 拼多多平台为了打开中国国内市场, 在其平台中发布了一人砍一刀, 可以拿大奖的活动。 活动规则是, 拼多多用户可以将自己账号内的活动链接, 分享给微信好友, 每个朋友点进链接就可以砍一刀, 一人只能砍一刀, 每砍一刀离成功的金额数就减少一些。 从他们规定的金额数, 例如100, 一直递减到0就算成功。 随着点进的人数越多, 就越有机会赢得终极大奖。 而终极大奖会在一开始告诉你, 可能是你心仪的电饭包、 苹果手机等, 但是该活动并没有告诉你, 到底需要多少朋友点进去, 才能拿到大奖。 因此, 很多用户慢慢发现, 尽管已经有很多人帮忙砍一刀了, 但是依然领不到奖品。 一名叫超级小杰的游戏博主, 参与拼多多的砍价免费零手机活动。 当时他号召了直播间几万名观众助力砍价, 但是经过了两个小时, 砍到还剩下0.0000001, 小数点后6位后, 还是没有成功。 随后, 这位主播致电了拼多多的人工客服询问情况, 但是客服直接挂掉了主播的电话, 并没有回应这位主播对奖品成功率的质疑。 除了虚假宣传和活动诈骗, 特母平台和涉嫌盗取用户信息, 这和中国国内拼多多平台如出一辙。 拼多多被爆锤了, 著名的杀毒软件卡巴斯基, 爆出了拼多多平台的十几条恶行。 这些恶行被分为了六大类。 首先第一点, 它涉嫌隐私收集。 拼多多会通过流氓程序 黑镜用户的手机, 提高自己的权限, 让他自己可以收集你的WiFi、 通讯录、日历, 甚至是聊天记录和语音。 这就是为什么拼多多 可以准确地推送你想要的东西。 你刚说完什么事情, 他马上给你推送相应的产品。 第二点,为了让你不能卸载拼多多, 他直接在后台夺取了 启动各种白名单权限, 让你不管怎么关都关不掉, 持续地坚定你的隐私, 而且会让手机越用越慢, 电量越用消耗越快, 原因就是他在后台 不断消耗电量和算力。 第三,他会恶意攻击其他APP, 来保障自己平台在你手中的运行。 第四个恶意诱导, 拼多多会跳过系统限制, 直接给用户推送各种全屏广告, 然后黑进用户的日历、通知、浏览器等, 让这些程序被迫给用户推送广告。 第五个,防止恶意卸载。 第六个,恶意安装。 哪怕你用办法卸载了拼多多, 他还有办法把自己重新安装回来。 现在,中国跨境电商不断地进入国际市场, 很多国家的政府都在担心, 这些电商不但侵害自己国家的小工商户和制造业的利益, 还会把国人的个人信息传送给中共政府。 近日,美国的两位参议院共和党人 敦促拜登政府调查并在美国封禁中国电商平台拼多多的海外版特姆。 两位参议员汤姆·科顿和马克·卢比奥分别致信拜登政府, 表达了他们对特姆的担忧。 科顿在其公开信中提到, 与TikTok和其他入侵性的中国应用程序一样, 特姆在美国没有立足之地, 由于他涉嫌盗取个人信息, 威胁到了每一个美国人的利益, 我敦促你们调查特姆, 并要求必要的权力机构保护美国人 免受这一危险的中国应用程序的侵害。 科顿还提到, 特姆之所以被偏爱不是因为公平竞争, 而是因为中国熟知的知识产权盗窃, 政府补贴和侵犯人权的组合的结果。 例如,特姆直接复制亚马逊店面, 然后以极低的折扣价销售中国版山寨产品, 特姆还很可能从使用奴工中获得收益。 卢比奥的公开信中也提到了相关的内容, 他指出, 2024年1月, 特姆是美国下载量最大的应用程序, 越活跃用户达5100万, 比2023年增长了300%, 西英和特姆因其超低的价格而大受欢迎, 这是知识产权盗窃、贸易剥削、 中共的强大支持, 以及使用强迫劳动力的综合结果。 卢比奥说, 因为中国政府违反了《防止维吾尔族强迫劳动法》UFLPA, 才出现如此低廉的价格, 敌人公司和记者已经发现了令人信服的证据, 证明特姆和西英都在为维吾尔强迫劳工制造的商品入境提供便利。 卢比奥还要求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调查特姆和中国快时尚服饰品牌西英, 并称, 如果发现他们违反了该法, 就会将他们列入UFLPA的实体名单, 其产品会被美国限制。 喊于脸和装地郁倒门涛为年纪行成了70一年纪小央镇。 喊于MUFLPA。